新竹縣地方創生輔導計畫正式啟動 縣長楊文科表示 將結合各鄉鎮一起合作 改善鄉村地區人口外流 人口老化及產業發展不均等問題 期望透過地方創業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 並帶動當地經濟及地方發展 那地方產生我想大家都很了解 也就是跟日本當時發生的情況 台灣也是一樣 也就是鄉下的人口都外流 產業也不來 然後都剩下老人家在地方上 那我們怎麼樣讓吸引到年輕人回鄉 讓這個地方能夠繁榮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地方創生計畫的源起 那今天我們國華會也派人來說明 怎麼樣來啟動這個計畫 怎麼樣向中央政府來爭取經費 就是我們今天說明會的目的 也希望大家各鄉一起來配合 新竹縣行政處長邱俊良指出 目前已經有許多鄉鎮市公所提出計畫內容 甚至部分已經獲得核定補助 其中鵝莓鄉就獲得了客委會 經濟部 衛福部 勞動部 及國家發展基金等等 陸續投入的經費共6820萬元 再加上民間投資3619萬元 以及地方配合款近500萬元 總計就有上億元的經費投入 那目前的情形來講的話 在核定的兩個鄉鎮裡面 在比如像鵝莓的 鵝莓在十二寮這部分呢 因為他們比較積極 那以前過往他幾個年輕人呢 也在國家的計畫裡面比較有經驗 所以他會推出的東西就比較踏實 也願意去修正 所以這部補助的經費在去年一年 已經合定六千多萬進來了 然後這是公部門的部分 再加上自己產業投資的部分 將近就超過一億 除了邀請到國發會說明地方創生的方針 及發展 縣府也將舉辦一系列的訓練與輔導活動 協助各鄉鎮完善地方創生提案 爭取中央部會的經費補助 要為地方建構出最好的發展可能 凱破新竹簡舒淇採訪報導